其实我觉得所有的技术都有它的优缺点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看病人本身 他眼睛的状况还有他在乎的点 然后去做选择 然后主要还是要经过专业医师的评估 那比如说病人如果他很介意 他很怕痛 他不希望术后前一两天会有那种刺痛不舒服的感觉 那他可能就比较不要考虑做PRK系列的手术 那如果病人他的度数很低 也许100度以下 也许就不太适合做透镜的萃取手术 因为那个会有点困难这样子 那如果病人是他有极限运动的需求 或是眼睛容易受伤的 那他就不适合做LASIK 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去选出说 我大概适合什么 然后再去给医生做评估这样子 其实看他本身的眼睛的度数其实也会影响 第一个就是如果你的度数越深的话 你的度数回推的风险可能就会比较高 因为我们要帮你把你的角膜拿掉的越多 你的角膜就有可能在恢复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些度数的回态 这样子 一般我们在做雷射的时候最主要就是要打得精准这样子 那像SmartXPRK他也有做那种红膜的注册的仪器 也就是说你眼睛乱动的时候 他的雷射会自动暂停 会打在对的地方 所以医生的摆位跟技术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譬如说Smile或是LASIK 他们可能都是要用一个负压环去固定他的眼球 所以在手术的过程中病人不要乱动 让他可以定位在正确的位置才会有好的结果这样子 他在家里托着 MASTER Smart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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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